Max和Lily中文名字曝光。 无尊皆是寓意,想让他们开心。 Max中文名字曝光。 无尊,想让他们开心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一人无尊婚后遇有女儿Lily和儿子Max,身为温柔帅把,两个孩子在他的教育之下,听话又没有交戏,出演爸爸去哪儿舞后大受欢迎。 日前播出的春节版特别节目中,无尊向借宿的房屋主人介绍孩子们的中文名字含义,当中蕴含了对小孩最深的期盼。 节目组在春节版节目中给了每个爸爸一个困难的任务,必须自己找到晚上住宿的地方。 无尊,无尊带住Mily,Max借宿在一位东北大哥的家中,两个小孩不吵不闹,乖乖地向屋煮刀谢,隔天一早吃早餐时也是听话的一座一幼坐在他身边,是非常乖巧的小客人。 在和乌入聊天的过程中,无尊得知对方两个孩子叫做甜甜和开心,接住介绍起Max的中文名字叫做心悦,含义也跟开心有关联。 无尊说,取名字也是想让他们开心,所以就想乐嘛,快乐的乐。 Mily的中文名字之前就曾曝光过,叫做心怡,怡字也有愉快的意思,不难看出她内心最希望孩子们这一生拥有满满的开心跟喜悦。 在和乌入相处的早晨,Mily从对方女儿的手中收到小礼物,过去有点怕生的她,经过节目的洗礼,长大了不少,也能和陌生人自然,自在地相处。 弟弟Max也是,最初仅仅黏在爸爸身边,只要无尊不见踪影,他就会嚎啕大哭,但这次和陌生人共进早餐,一点都没有别扭的感觉,网友都说真的长大了。 除此之外,透过节目小姐弟多了不少新朋友,无尊心前曾透露女儿录完节目后变得独立,几个月下来和小浩浮变成无话不谈的闺蜜,经常吵着要来台湾找好朋友玩。 此外,Mily和小山竹也处得相当愉快,她也预约未来要到东北见见好姊妹,女儿的变化看在爸爸眼里除了新妹之外一定也很骄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